贴心老张张顺渊设计师的作品中 总是以人为本 做出最适合屋主一家人的设计 今天这个56平的大空间 能够把男屋主喜欢的沉温简洁 和女屋主喜欢的浪漫古典 做了平衡和谐的融合 相当不容易哦 听说今天的屋主对于室内空间的设计 还有建材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所以他们在找设计师的时候 就花了蛮长一段时间 不过他们最后找到你 而且听说对你还蛮满意的哦 是的 因为这间房子屋主当初在找设计师的时候 他找了好几个设计师做咨询 但是在市场上都没有找到合适的 他对自己的一些材质跟风格 自己有很多的想法 那最后关注到我们云庭设计 那找上了我们 那经过几次的沟通以后 他发现我们是值得信赖 以及能够把房子托付给我们的设计公司 所以在经过一连串的讨论 以及定调以后呢 我们把整个房子呈现出他想要的感觉 是 因为你刚才讲说这个屋主 他对于建材也是蛮有了解的 对不对 所以我在想说 他是不是非常喜欢大理石啊 因为今天整个公共区块都整面都大理石 对屋主他对大理石有相当的偏爱 这间整间房间的大理石屋主他都已经挑好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依照这些石头不同的调性 我们去做搭配 包括整体的颜色啦以及配置 我们都要做不同的变化 让整间房子看起来会没有违和感 是 而且我刚才从玄关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玄关其实我数了一下 大约就是有五种大理石在里面对不对 玄关一进来就是一个家里的门面 它代表了这个家里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女主人她非常喜欢三茶花 那三茶花有着高贵脱俗而且清新的意思 所以在地平的设计进来的玄关地平 我们特别选用三茶花 做一个三茶花的一个勾勒 把三茶花香砍在地平上 延伸到端井柜的三茶花 我们做了一整体的设计 所以因为你刚才跟我讲说 你的端井柜是系统 可是我觉得看起来是非常细致很精致 谢谢 这个端井柜呢我们是用木做 然后表层是用钢琴烤漆的做法 里面结合系统柜 能够让这个端井柜呢不但时尚高雅 而且更具有功能性 那在接下来延伸到上面的壁布呢 整个做一整体的造型 我们采用的是日本的壁布 那让整个质感能够加分 其实从玄关一进来就感受到这种 有一种豪宅的气势 就连屏风感觉上都是非常贵气的耶 其实我们进来的屏风呢 我们特别选择了牡丹花 象征着花开富贵如意吉祥大富人家的意思 那走进来这是在看得到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从玄关一进来 你所有看得到的地方 我们有把一些有抑郁的东西呢 把它放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那看不见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动具 尺寸以及门片的大小 我们都特别敲选了一些吉祥如意的红字在上面 哇所以全部的尺寸都是用红字就对 对 你真的很用心耶 那除了这个 我还是蛮喜欢你整个电视主墙给我的感觉 因为它是食材嘛 整个感觉是非常简洁而且干净的 是的 当初屋主把这块雕刻白的大理石交到我们手上 那您知道大理石天然的食材 它的纹路都是不规则的 对 那我们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让这些不规则的图形 在屋内呈现的时候 让它变得非常的大方以及大气 那从玄关一进来一直到电视墙 及我们往餐厅的壁面上 那我们把这块大理石发挥的连异精致 一整面整个延续进去 而且呢这个屋主很重视视听设备 你也把它们做整合的 是 其实我们在装潢的经验我们都会发现到 电视墙这一面有很多的线 对 有喇叭 有扩大机 有DVD 有电视 有无线 有MOD 什么都有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线路做一个整合 这才是电视墙能够好看的关键所在 这个南屋主他除了喜欢食材之外 是不是他很喜欢木头的材质 因为这边的整面的展示柜都是木头耶 对 那这个柜子我们选用胡桃色系的木皮 那为了不让胡桃色系的木皮太过的单调 我们用了一些黑色的喷漆做收边 那还有大理石的台面 以及搭配金属质感的把手 还有木柜年灯光的设计 让整个展示柜更能够衬托出屋主的收藏品 其实我觉得今天整个空间呢 觉得你的整个不同的质感跟颜色搭配的都是非常的精准 像我很喜欢我们的沙发被墙后面这一块的整个感觉 它是不是有点像是浴石啊 当初屋主把这块石头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思考了很久 那黄玉石怎么样跟旁边的 譬如说我们的展示柜 我们电视墙 我们的地平还有沙发配得上 所以我们特别把三茶花的图腾镶在上面 然后整个旁边做一个进阶光的手尾 以及黑色的滚边 让整块黄玉石能够跳得出来 营造整个宫领域的大气 所以我们现在看完了玄关跟客厅 接下来呢有一个令我非常羡慕的一个餐厨区 非常大气我们赶去看看 我们现在来到了餐厨区 刚才光进来的这个双开门让我就觉得非常大气 我们要营造一个大气的感觉 特别为主人他们定制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门片 也是红字嘛对不对 所以一整个进来感觉像是蛮时尚的感觉 但是地平呢它是你这次铺的是花砖 让我感觉到又有点休闲慵懒的感受 其实我们从宫领域的客厅 推门进来这个餐厅区的时候 有一种转换心情的作用 所以我们进来特别选了欧洲的花砖来做一个搭配 从原来宫领域的大气变成餐厅区的大方 接下来这个吧台呢我们特别选用宫领域 用最多的雕刻白大理石去做一个多功能型的吧台 然后延伸着我们这个厨房胡桃木色石木的备餐台 让整个延伸到我们的木板叶窗 是 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厨房机能性还蛮强 而且我有发现像你这个瓦斯炉还有洗手台跟备餐台 这三个高度都是不一样的耶 对 我们这次的设计呢依照主人的深洗以及高度去做调整 在吧台的部分平常使用可能做一些清拾以及蔬果的清洗 所以我们这个高度做一个它适合的高度 那在炒菜区呢我们油盐区让它在炒菜的时候不会掉手 是 所以我们做另外一个高度 那至于在备餐区呢又是另外一个高度 能够让主人依照他自己的习性做不同的高度调整 是 果然是贴心老张来着的 但是我这次有发现说你的这个厨具的部分 你怎么没有做踢脚板啊 这次的厨具我们特别在柜体的部分做了一个无边际的设计 让整个柜体没有把踢脚板隐藏起来 不会像以前好像所有的柜体下面又都多了一截 会让整个的空间看起来更加的不顺畅 那刚才你一开始你有讲你说这个男主人很喜欢食材的部分 所以你也把它拿到餐厅来做使用了 对 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屋主交给我们手上的这个食材 让它发挥最高的CP值 那我们运用电视墙的余料 这个金香玉的大理石来做餐桌的设计 不但让整个空间跟氛围有定制家具的感觉 而且配合天花板的水晶灯 让整个空间更加打起 那我们特别用心的在天花板上面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 就是我们用深色胡桃木圆木的颜色去做区隔 那把整个空间呢分隔成了餐厅用餐区 以及我们的备餐区 让整个空间更加的活泼大方 而且感觉有一种定制家具的氛围对不对 那个质感就出来了 而且我发现你这次餐厨区的用心不雅于客厅 因为像这个餐厅的这一块的墙面 它就是很高贵的气质 对我们这块墙面呢特别使用了银箔拼贴 师傅他花了五天的时间 把银箔一片一片贴在上面 最后再上一层保护漆 观众朋友会问说为什么要上保护漆 因为我们餐厨区本来就有一些油烟 那养护上面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特别用心的上了一层保护漆 让整个空间它以后不管再擦拭 或者是维护上面都更加的便利 就变成好看又好用了 好看又好用 听说这边在餐厨区的部分 原本有一个机灵的空间 但是你把它变成收纳 对我们在这个管道间的部分呢 特别的用心在旁边 我们做了跟柜体一样的结晶刚好的设计 接缝处我们用滚边 扶锈钢滚边把它收尾掉 那在机灵地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个餐柜 这个餐柜门片不但能够做一个155度的开阁 而且我们里面用单层的抽屉 来取代之前客户最常用的这些轨道式的这些五金 不但使用现在德国最新的观念 就是我们柜内的五金让它分别独立 而且能够延长使用年限 其实我在想说 如果我有一个这么好看又好用的厨房 我应该会待在这边一整天都不想出门 一定要 有别于宫领域的沉稳大气 主卧房就是女主人最爱的古典浪漫 竟然不同的风格也难不倒张顺渊设计师 主卧房一进来呢 真的就是女主人喜欢的感觉 就是古典然后美式的风格对不对 主卧是进来就是要营造一个非常舒服的气氛 那怎么样把这些美式的线板以及床头绷布 还有这些东西融入在一起 那这就是我们要去克服的问题 是 首先我们看到床头壁板的部分呢 我们用美式线板搭配上主卧床头的这个绷皮设计 还有旁边的壁灯 我们特别选用树枝状的壁灯 营造主卧式睡眠区古典浪漫而又舒服的氛围 美式蝴蝶应该大部分美式都会出现木柏叶嘛 它可以调节光线是我还蛮喜欢的一块 不过我发现主卧房有几块它是壁布吗 它是有花的意象的 对我们特别选用了一些日本的壁布 带有一些小碎花 会让整个空间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像我们一入口看到的这个门片造型呢 它里面是一个暗门 包括窗台下雨遮的部分 它有一个完整的收纳空间 我们运用了设计让它跟窗台的木柏叶融合为一体 让整个造型呢不会突兀 而且兼具收纳的功能 而且我发现其实你这一次的更衣间做得很漂亮 因为它不是只有收纳而已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都做得很精致喔 这次我们更衣室的设计 跳脱以往的磕酒 不像以前的更衣室 我们都是一格一格的柜子 反正就收纳而已嘛 对去做结合嘛 那我们这次想要呈现一个精品 而且时尚的感觉 不但里面要融合了浪漫的元素 而且每一个成板 我们用错落丝的交错 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的大方 而且里面有很多专门是定制的东西 对 我们的成板架下面的三脚架五金呢 经过我们精心的设计 把这个铁架我们拿去做镀台的处理 让它整个质感能够散发出来 就是客户一进来就会觉得 这间更衣室里面它就是精品 感觉很不一样 而且里面还帮它做一个可滑动的镜 对 穿衣镜对不对 我们这个可滑动的穿衣镜呢 它能够让客户他随手在换好衣服 或一些配件穿戴完毕以后 他可以调整自己想要看的角度 那接下来我们做了一个隐藏式的除湿机在天花板里面 真的喔 所以整个空间会非常的干爽 里面的相对湿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让所有的不管你的配件 名牌包包 还有你的衣服西装 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这个保护 而且下方你还帮它做了一个光带 对 特别做了一个光带 能够让整个的衣柜提升 好像这个衣柜那么的梦幻悬浮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相信整个也会让屋主进去换衣服的时候呢 倍感尊容的感觉 好 那这个是跟衣件的部分 那再来呢就是主卧房的卫浴设备 其实我刚才一进去就有闻到檜木的香味 对 在主卧卫浴的部分 因为屋主有蒸汽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蒸汽室里面呢 结合淋浴间浴缸 那把檜木的元素放在里面 所以他在蒸汽 使用蒸汽的时候 会感觉到特别的舒服 嗯 屋主真的是太幸福了 在蒸汽或泡澡的时候闻到檜木香 真的是人间的一大享受 好 那么听说今天屋主他有两个女儿对不对 大女儿跟小女儿的房间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在小女儿的房间部分 女孩子总是希望她自己的房间 能够比较梦幻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我们用了淡淡的鹅黄色 配上一些美式的线板 让整个房间看起来比较柔一点 大女儿她比较喜欢中性的一些元素 那但是她又非常喜欢美式的线板 以及色彩线条 所以我们选择了墨绿色 当作床头主墙的原色 那搭配开放式的这个衣柜 让整个空间显得落落大吧 我觉得这个开放的衣柜是蛮酷的耶 好那刚才我到这个大女儿房间的 卫浴设备看了一下 我觉得不输主屋的卫浴 感觉有一点饭店的feu 大女儿的独立卫浴部分呢 我们特别用了黑白色系的搭配 显示出这间浴室的个性化 现在我们看到浴缸的部分 其实它以前是一个浴池 那我们为了淋浴空间的干湿分离 跟浴缸做结合 我们特别做了一个降板的设计 让整个空间更加的舒服 其实今天整个空间 我看了一下大部分有黑色跟白色色系 然后感觉是有一点点高贵 又有一点点时尚的氛围 但是我很喜欢天心老张 你放了一些木头的元素在里面 让整个空间感是非常温暖温润的 谢谢 张顺渊设计师完美地融合了男女屋主的喜好 运用男主人喜欢的材质 形塑出女主人喜爱的空间氛围 情色和名 也满足了其他家人的需求 展现了多元风格的设计实力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